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Jenny Notes 我是天天带你们看房的多伦多全职地产金字Jenny 今天我来带大家看一套三层的townhouse 这个townhouse的位置位于Kennedy跟Shepard 地址是188 Bonus Avenue 这套房子的面积是1500多尺的一个带管理费的正屋 管理费是764块 地税是2446元 这套房子一共三个房间 是我们今天带领的一套openhouse的房子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openhouse 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情况吧 找到openhouse side 我们就抓紧出发去看看房子吧 这一片全都是这个样子的stacktownhouse 非常的便捷 unit 625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这套房子的前门 这个房子还有两个后门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 上紫节台阶 就是它的living room了 dining room dining room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可以看到厨房发生的一切 这房子已经25年了 很多东西都是origin的 所以说看上去会旧一些 主要我们是来看一下它的格局 然后一直往里走 往里走呢是一个powder room 这边是一个pantry 可以放一些杂物和厨房用品 这边呢是屋主正正进房子的地方 看啊 这个是对面的邻居 住起来其实跟condo会比较像一点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视频最前面的那一个大门进去呢 是有电梯可以直接进到这扇门 然后进到这个unit 那一楼其实空间不是特别大 我们上到二楼看一眼 这是二楼的一个门 就是可以通到大楼里面 往右边走的话你可以去泳池 桑拿房 健身房 各种amenity 这是二楼两个客房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是有一个淋浴房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设备间了 设备间以及laundry room 有laundry central vacuum 净水次 空调暖次 热水炉 在往里走可以看到两个次卧 这是一个三加一的户型 这个就是他们加一的那个店 这个店还是有个窗户的 其实这一层呢就让两个小孩住挺方便的 可以让大的那个呢用那个书房 然后再到三楼来看一下它的master bedroom 这里还做了一个窗户 可能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空间感 一上来就是一个挺大的储藏室 放一些被子啊换季的东西 master bedroom的洗手间 还是挺宽敞的 是一个双台盆 衣帽间 很大 主卧真的挺大的 放一张 king或者clean的床 然后 我来看一下这 这边可以放书桌呀 放个贵妃椅呀 都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主卧的这个采光 因为对面的楼间距还是挺远的 而且前面这一个是全新的一个正屋 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楼在这个地方建起来 所以它采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会说因为它是在condo群里面的正屋 而采光比较差 是这个很后面会建condo 其实完全不会影响这道房子以后的采光 这就过道 这就过道 啊 这要有个天窗 三楼还是挺惊艳的吧 总体来说 最后呢 我在这里附上一张地图 来给大家讲一下它的go trade station啊 附近的mall呀 图书馆跟高速之间的关系 188bonus avenue 近三个月的成交记录 没有装修过的呢 有一套是57万5千 装修过的呢 是25万5千 大家自行考虑一下 这套房子该出多少钱买呢 喜欢看房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哟 这套房子 我现在就在这里面有点好 好